碰得一身国道一号北上 新宁路段一辆工程车遭小客车追撞 工程车驾驶被撞气到飙国骂 而肇事的自小客车头撞到全烂 喷匪两个车道 猛撞瞬间直接反弹占用内侧车道 造成国道大塞车 缩性驾驶只有轻伤 开启驾驶补助系统 行驶国道时 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原来驾驶开启自动驾驶功能 但疑似太依赖 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完全没刹车追撞 撞击瞬间触目惊心 高雄路逐区一辆小货车 突然往右切要右转 似乎没有看见直行的autobi 把人撞到飞出去 骑士堂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网友狂骂 右转都不提前靠右 速度也没放慢 说转就转 驾驶都当路是自己的 乱前车道酿壮 恐怕遭警方开罚 国道3号竹田路段 一辆自小客陷入火海 大火狂烧女驾驶逃命 消防队紧急灭火 但火烧车整辆只剩骨架 因引擎是不明原因 起火占用单车到闸道 女驾驶表示开车开到一半 引擎突然不明起火 索性跳车逃命 而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引擎 继续在高雄屏中做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工作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听到视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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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